好来看到me too 碰爆现在烧到了黑人陈建州了 这是呢大牙周宜佩从黑人陈建州主持的节目 我爱黑色会发击之后 大牙今天在脸书上爆料 他自己也曾经遭到了黑人陈建州的性骚 好来看到他在脸书上是怎么说的 他说呢这个时候不讲的话 就永远被困在11年前的那个晚上 他说在2012年的7月18号凌晨 他说为什么说的这么清楚 因为呢那天真的是被吓风了 当时呢他跟了六个人一起搭上的俗称红眼斑机 前往香港录节目 他结果呢他说在那个时候当天呢 一整天的工作之后 后来呢这个陈建州呢一把从背后将他环抱 他第一时间呢还护住了胸部 他说呢他就从挣扎随着倒在床上 一切都难以一时间没有办法返运 好这个重点是在哪里呢 重点是在他的时间点 2012年的7月18号的凌晨 因为呢陈建州跟范范呢 他们两个人传出恋情是2000年 2010年2月17号求婚 在2011年的5月7号登记结婚 结果呢看到在隔了一年 2012年的7月18号凌晨发生了 这个周宜佩所说的他被黑人性骚的事件 他说呢他陆陆续续想说来很久了 但后来听到其他被陈先生用类似招式拐骗的案件很多 所以呢他就想要把这个事情公开来 好周宜佩他很感谢先前勇敢再出来的人 他说因为呢他自己曾经被陈建州下令冷冻失去了工作 真的会很怕 那么他表示说面对不要脸 但是手上握有权威的人是要有勇敢来反抗他 他说不要跟为了他一样 就为了那一口饭冷气吞声忍了十几年 而且他后悔的说 如果当时他可以勇敢一点公布恶行的话 或许就不用背着忘恩负义的臭名离开经纪公司了 而事后呢有记者就问 是不是要对陈建州提告呢 他说每个人都有应该为自己的过错负责 他说呢他为当年的怒落在今天勇敢站出来发声 而至于当年的当事人要怎么样来负责呢 不是他的责任 另外我们看到陈建州呢 在刚刚有一个最新的回应了 这份的回应呢 陈建州写的是说 这个周宜佩呢 在今天脸书上刊登的贴文呢 内容是全然不实 所以呢他要请律师追究法律的责任 而且他的声明是说 在MeToo风暴之后呢 他本人是相当的支持 也鼓励受害人 勇于为自己的权益来发声 他会议男女性呢都应该保护自己 远离不平等的性对待 是有价值而且证明的意义 但是呢他说在2012年7月 香港录制节目的行程 他说当时都是团体的行动 绝对没有这个周宜佩所说的 私人独处的事实 他说呢 周宜佩呢所指控的是毫无根据 全都是虚伪不实 他说他个人是形势坦荡荡 而且呢 如果有这样的缺失的话 他是愿意积极来面对 但是对于这个吴一佩呢 是要依照法律来追究相关的责任 好这是我们看到 那么在刚刚陈建州最新 透过了律师所发出来的声明内容 好这个是部分呢 那接下来该会事件如何发展呢 我们会持续带您来关注 但是呢 另外还有个密兔事件 就是驻泰国代表遭到 姓骚女秘书的事件 但是呢离谱的是呢 明明是在21号总统府就准辞了 但是拖到了24号 才证实是因为姓骚被拔官 在党就炮轰 这就是吃案在欺骗国人 而前外交官更是质疑了 难道是因为庄硕汉是蔡总统任命的 所以外交部第一时间才选择隐瞒吗 是因为怕得罪了蔡总统吗 我驻泰国代表庄硕汉被自己的女秘书 举报信骚 去年12月出差时 不但在车上摸秘书的手 还以讨论行程 为由邀请秘书到她房间 让对方火大举报 但皈依的是 总统府21号宣布庄硕汉准辞 但外交部却没说明原因 直到24号才突然改口 说会延办不放过 因此被质疑 难道外交部是只包不住火 才假扮诊识者 在第一时间是选择说谎 我觉得这种行径 事实上形同恥案 媒体已经要大作了 外交部知道盖不住了 才把人家去求证的讯息 变成发通稿的新闻稿 给所有记者去看 因为只包不住火 是蔡英文欺骗国人 她是蔡英文直接任命的 政治酬庸 资格也不服 操守也很糟 才会这么短时间 就因为这种不名誉的案子 被蔡英文把关 其实外交部应该是知情 只是不敢说 怕得罪蔡英文 更离谱的是 庄收汉还打脸强调 到现在为止 自己都没有被调查约谈 难道外交部 所谓的调查也是假 为什么庄收汉说 她从来没有被调查过呢 难道这个外交部 是隔空抓药吗 还是通灵呢 外馆的这个馆长 因为天高皇帝员 真的有的是当土皇帝 蔡英文就是开方便之门 管碧林她自己的女婿 就塞到泰国外表处 去当秘书 根本就不符合资格的 把这个国家公器好 当作私人丑用的工具 外馆馆长 接连爆出性骚丑闻被拔罐 百姓不禁好奇 外交部选择隐瞒说谎的背后 难道郑星月得看 蔡总统脸色 记得谢宏陆书国豪 台北报道 好 另外呢 就是黄子娇了 黄子娇日前呢 被爆料 曾经对未成年的女性 强吻拍裸照 事后呢 不只是演艺工作停摆 而且无预警的 将经营多年 有45万粉丝的脸书 关闭了 不过呢最近 他也悄悄更改了 私人脸书的账号内容 疑似呢 将原本的公开贴文 改为是 只剩好友可以观看 似乎是想要跟外界隔绝 虽然呢 他的简介写的是 黄子娇本人经营更新 私人脸书内容的全公开 但是呢 会有别于粉丝专业 但目前呢 似乎已经将贴文呢 都改成了 只有朋友可以看到 黄子娇的手上呢 本来是有 未来少女 婚礼歌手三 还有交心食堂 大老板联盟四个节目 不过现在事件爆发之后 他请辞了 只录入其一集的 节目 未来少女了 我看到呢 深线的信扫了 风波黄子娇呢 情绪不隐 还送医 那么孟巩如呢 代替他在大众面前 道歉 因为呢 拍戏跟孟耿如结缘 进而认识 当干妈的周丹威 他透露说 跟干女儿私下的对话 他说呢 透露说最近呢 有传的讯息给孟耿如 要他加油 而孟耿如呢 也回复他说 我会 也让呢 周单位觉得说 孟耿如真的是 非常的坚强 我们看到呢 这个MeToo 风波的延烧 有不少人 现在对于性骚扰行为 开始有警觉 但是有时候会不会 太过于over了呢 因为呢 有发型设计师呢 在帮客人 在剪头发的时候 就因为他 抚摸了头发 结果被女客人认为 是在性骚扰 双方还爆发了 口角冲突 但是怎么样 才算是性骚扰呢 律师提醒了 性骚扰一定是 在跟性 或者性别有关 绝对不是 觉得不舒服 都是叫做性骚扰 长下猥琐 或是抚摸头发 都卷入MeToo风波吗 让网友看了 全都傻眼 职业上的肢体接触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避免 其实我觉得很模糊 个人的感觉 感觉不舒服就算是了吧 性骚风波延烧 让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界线变得尴尬 部分职业也成了 误会众贼区 当然我这时候 我会碰触到你的身体 像是健身教练 选择手持辅助工具 或是辅助出力时 会特意挑选 器材边边角角 可以抓的地方 尽量和学员越少 肢体接触越好 如果是必须的接触 也会事先告知 取得双方同意 其实合约非常重要 事前一定要告知学生 还有就是尽量的 我们在健身房的话 我们一定要在有 监视器的健身房 不过如果学员 真的觉得对方靠退进 不要忘了提出一件 否则一旦失去信任 恐怕关系会崩解 肢体性骚扰 或这个不当的挑衅 跟性有关 肢体性骚扰 必须要有法院 或者是这个性贫慧 来认定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就怕不小心误会 律师提醒性骚扰的本质 还是跟性或性别 有关的行为 虽然没有绝对构成要件 但法界除了考虑 当事人主观感受外 也会从客观情境判断 当事人如果有相关证据 务必要留存 避免模糊空间 最终点解 王一提 特别报道 好 来看一下密度 事件今天的最新 就是黑人陈建州 在今天呢 陈建州她也发出了声明 针对了大牙的指控 她是否认到底 她表示 周宜佩女士之指控 毫无根据 全属虚伪不实 好 不过对于黑人的声明 大牙也立刻透过了经纪人表示说 本人的陈述都是事实的 问心无愧 公道自在人心 好 就来看 之后后续的发展了 好 来看到 大陆人气男星 蔡徐坤呢 被爆料说曾经跟一名C女子发生了性关系 两个人之间呢 也有了孩子 但是呢 蔡徐坤却是逼着C女将堕胎 当时呢 这个蔡徐坤母亲知道之后 认为呢 是C女想要敲诈 因此还聘请了私家侦探来跟踪 而且在C女的家门口装针孔摄影机 大陆狗仔呢 也爆料说 C女在2021年发现了自己被跟踪之后 她也曾经报警 而蔡徐坤呢 跟母亲都曾经被警方传唤 之后呢 双方达成了谅解 C女士表示不再追究刑事的责任 而狗仔也曝光了谅解书的照片 女方的堕胎时候的住院记录 还有蔡徐坤母亲表示要转账50万人民币 给女方的对话记录 不过对此呢 蔡徐坤本人还有工作室 到目前为止 没有正面的回应 好 看到me2的信骚事件呢 持续的延烧台南市议员林彦柱 昨天在议会质询的时候 再爆出了体育局长官参战霸凌 而且呢是骚劳了女下属 体育局长陈良坤 她事后呢表示说 这个事件发生是在体育局还没有成立之前 在两周之前接获了申诉 立即就报告市长了 而且体重的调查 公开的喊冤说 我都这么老了不是我 人家寄给我的陈情书 他讲的这一段 恕我林彦柱议员不畏 强势为民喉舍 请林彦柱议员帮帮我的同事 就是伸张正义 避免同事恐慌 局长 我想 这一封最高层就是在指你 我想 借由今天 你要不要把话讲清楚 不好意思 我接到这样的申诉的时候 我第一个时间我就先处理 我先跟市长报告 然后市长也指示启动调查 启动调查 是调查你吗 你自己调查你吗 我在同事里边 我有去了解 你有了解是怎样 是因为现在还在调查 是调查你吗 不是我 是你 不是我 不是你 那不然最高层是谁 这个是直接讲体力局最高层哦 那不是局长现在讲的不是他 那所以 你想我都收到这种 陈情书 那请问市长 你有没有收到 对不起我没有收到 不过你刚刚提到说 他投诉正风也无效 没有错 我就是接下来跟你讲这一点 你的阵风生病了吗 哈 这问是处长 他投诉正风也无效 是怎样 报告议员 我们在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同仁有接到 这个这个同仁的这个 这个反应 去年哦 你现在接到同仁代表你知道这件事情哦 我们知道对去年四月份的时候 那所以 我现在要讲 这个人检举也不是乱检举的哦 方式处理 第一个依据 因为我们政府要依法行政嘛 依据新骚扰防治法 它规定怎么样 我们就怎么样 第二个 如果它可以容许 我们可以成立跨局数的任务编组 来处理性骚扰的问题